演说梦工厂轮到我上场 我是傅雪林 目前人在马来西亚吉隆坡 我的讲题是智慧 如果有可能 大家都希望可以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 但是智慧究竟是什么呢 很多人也都晓得聪明和智慧不一样 但是却又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 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的观点 聪明指的是一个人反应敏锐 学习以及理解能力很强 但智慧指的是一个人能够衡量全局 即使遇到再棘手的问题 也能够迎刃而解 这是绝大多数人给出的答案 但是在我看来 听从内在的声音也是一种智慧的表现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 现代的人花很多的时间去追求物质上的享受 但是心灵却感到越来越空虚 我同意金钱很重要 金钱可以买到凤城 但是买不到忠诚 金钱可以买到房屋 却买不到家庭啊 所以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 是懂得如何去取舍金钱以及其他东西的一个平衡点 而不是人云亦云 盲目的毫无目的的跟随别人去追求物质上的享受 那这一次参加演说梦工厂也是我听从内在的声音而报名参加的 无论结果如何 最重要的是我享受比赛过程中带给我的刺激和乐趣 最重要的是能够和大家分享我想要说的话 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观众 也希望可以和大家朝着智慧的路上共同前进